字幕 李宗盛 哈囉各位早安 今天就快速講解《不合成婚2》 第一部的時候我挺喜歡電影裡面圍繞著婚姻的喜劇氛圍 電影裡面對於婚姻價值觀的對捧都是我很喜歡的元素 不過電影本身就沒有對於這個太過深入或者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這個議題 所以我本來就對於第一部是一個喜劇為主的電影 的確看得很開心 也有不少的笑點我也覺得好看 而《不合成婚2》我期待就是看到經過了第一部的故事之後 我們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身份變化之後 誕生更多不同角度的笑話 第一部的結尾 阿佳和可兒就準備結婚了 他們面臨的就是婚前的婆媳關係 老實講這部分我覺得描繪得OK 他們對於婆媳關係主要原因 都是歸咎於雙方的溝通問題 大家一開始見面的時候 我們都在猜對方是否不喜歡對方 就跟對方作對 經過幾次的見面之後 他們就唯有攤開來講 與其在猜來猜去 不如直接跟對方攤牌吧 反正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結果就是因為今次攤牌 才有可兒和阿佳的媽媽 一個躺開心飛的對話 阿佳就是站在婆媳關係之間的很難做 就好像困擾了人類幾千年的問題一樣 就是你老婆和你媽媽和同事跳下水 你要先救誰 阿佳一開始就選擇誰都不救 之後變成了一起救 老實講這些故事都是很老套的衝突 那角色轉變的過程 都不是說很有說服力 其實我是更加期待 它中間轉變的過程 對於這些傳統思想 或者婆媳關係之間的諷刺笑話 可惜我卻不覺得非常諷刺 反而就有一點回歸了一個正劇的平淡 就有一點失去了我覺得是不合成分的特點 那裏電影的特點 朱柏康飾演的灰熊和譚善賢飾演的Janny這對夫妻 我都是不合成分而最有特色的關係 本身第一部我很喜歡朱柏康這個灰熊的角色 朱柏康可以說是為這部電影增添了不少搞笑元素 它有一點誇張的演技放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都是剛剛好的 《不合成婚2》裡面我最喜歡的橋段 就是灰熊在幻想著自己和老婆離婚之後的發展 沒有軟化成的灰熊 就有可能成為一個乞丐 咦? 難道逐水漂流的大勝 就是她離婚之後的平衡宇宙? 好的 那灰熊是一個軟化王 她對於老婆是非常之依賴 這也是灰熊這個角色一直以來的自信來源 當她知道老婆有機會戴她的綠帽之後 她的自信體氣一下子就沒有了 但她想著身為男人的一點尊嚴 才會逐艱 結果老婆只會去Stagation 中途對於老婆的誤會 都是鑑於雙方的隱瞞 所以我們都可以發現到 《不合成婚2》這部電影 在說的是一段關係對於雙方而言 隱瞞事情的後果 和一個開城布弓的重要性 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對方的腦子在想什麼 你不說 我不說 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老實說 我對阿劍和Jessica這對情侶 就沒有太多感覺 他們在電影中說的話都不是很多 戲劇的效果和笑點都比不上阿佳和灰鴻 我就沒什麼評論 總括而言 我覺得《不合成婚2》 是比第一部笑料少了不少 第一部很多時候都可以令我笑到停不開 雖然《不合成婚2》都有不少的笑料 我也笑得出 但電影就多了對婚姻的探討 但探討的層面和角度都不是很吸引 我覺得可以探討的角色 噴火龍都成為了一個背景版 她作為一個女性加入了九宿俱樂部 可以是一個講故事的角度 可惜電影就沒有對於噴火龍太多黑話了 她在電影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充滿一個笑點 不過如果大家都想沒什麼做 看看一些輕鬆的電影的話 那《不合成婚2》都可以滿足到你的 那不說了那麼多 希望在戲院見到大家 我們戲院見 《不合成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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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成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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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成婚4》